來 孤架最重要 好 來 進行我們第一階段資格賽 美味到你家 當然幫我們家什麼樣的美味 今天我們要介紹一個美味呢 相當的特別喔 你也許聽過有櫻花 你也許看過有櫻花 但是你吃過櫻花的葉子嗎 可以 今天我們把這個東西 放到了蔓越梅酥裡面了 厲害了吧 好 還跟這個餅乾酥作結合 一切歡迎我們周先生 歡迎你說老爸 好 周先生看起來很年輕喔 是 對啊 對... 您是在店裡面是負責... 就負責行銷跟製作都有 行銷製作 對... 幫我們介紹一下 今天幫我們介紹的產品 是一葉蔓越梅酥 對 就是這個畫面中這個 這個很特別 這全台灣只有我們有而已 是有一年我跟我老婆去日本 看到在櫻花地上覺得很浪漫 那時候他還沒嫁給我啦 後來他就覺得很浪漫 如果我把它能做成餅的話 他就嫁給你 對 結局是這樣子 對 然後回來台灣以後 我就研發了很多種方式 然後就是特地從日本金剛線 引進這個櫻花葉 加入餅裡面 吃起來酸酸甜甜又帶一點點 鹹鹹的 對...他... 就是自從我做成這個餅之後 我們就...當年就結婚 然後就有了小孩這樣 對... 完全是過櫻花葉的功勞了 對... 沒有啦... 沒有啦... 做得非常好 很有特色的 像是現在手上的這一個 就是老闆所說的這個櫻花葉 是... 然後特別從日本的金剛引進進來 對... 然後自己來做調味 對... 所以吃起來... 凡克想要試試看 我剛剛有試了一下 櫻咪咪就好 太多了 一點點... 櫻咪咪就好 也太少了 好鹹 很鹹的 對... 它是老闆做這個醃漬的口味 對...它是有點醃漬過 然後這樣把它的味道逼出來 所以你吃到尾巴 有一個特別的氣味 這是我們今天要估價的一種 是 那有分兩種 一種是六鹿為一盒 是 另外一個是十二鹿 十二鹿 對 那其他的我們也介紹一下好不好 好 OK 包括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綠豆粗 然後香草乳肉酥 這是古早味肉餅跟咖哩酥 肉餅 對 這是肉嗎 所以我們加了一點點的豬油提味 我們特別把那個比例弄得很少 所以吃起來比較不會很容易 以前肉餅都是大的嘛 有沒有 對... 對... 對...沒錯... 這樣子比較小 大家吃起來比較不會這麼怕 再來就是我們另外一個招牌 是蛋黃酥 蛋黃酥 我們裡面的蛋黃酥 這應該就很傳統了 對 比較傳統 不過我們最特別的是 我們蛋黃是一顆一顆挑出來的 所以每顆蛋黃要符合我們的大小 跟它的重量 我們才把它包到餅裡面 所以它的比例非常的獨特 今天要估價就要來估十二鹿 對 這邊十二鹿的 好 在沒有估價以前 那還是要跟我們一樣 我們給你三千塊 那你要玩什麼樣的遊戲 那個是大集合是吧 沒有...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們就帶紅包來耶 沒有帶紅包來 OK 先謝謝我們的周先生 謝謝 謝謝謝謝鳳梓老闆 謝謝鳳梓老闆 謝謝鳳梓老闆 然後這樣介紹的以後 要請大來估價 是 我們昨天沒有吃過的 加了櫻花葉的蔓越梅酥 好 這樣一個 我們的櫻葉蔓越梅酥 一盒十二鹿 到底是這邊家的